哈囉大家好我是松鼠那 歡迎收看0524松鼠快報 本期的家具夏園會選 然後還有分現代風格的淺色之夢 中式風格的荷顏月色 以及童話風格的童心相伴 之前的春怨家具還是可以繼續抽 那我們來灌一下這個 中式風格的荷顏月色 是一個非常古風的家具 說有這個水豎琴可以試玩 哇這個抖動的好真實喔 荷顏月色 可以試玩 製作荷葉傘 好酷喔 是要有那個 昆麻種子才能製作呢 消耗一個昆麻種子 製作一把荷葉傘 荷葉傘限時24小時 裝備後可以有撐傘的狀態 點擊攻擊會播放特殊的動作 但是不會有攻擊傷害 懸月球潛 只是作折的彈球潛 不能玩 旁邊這是什麼 有沒有吃兔子抓著粽子嗎 好可愛喔 月下連艇 四碗 是有動作的 而且超級多動作耶 我剛剛看一下有六個動作耶 可以坐在旁邊 靜靜的行閃 有兩個座位的位置 還可以拍手 這可以六個人一起玩耶 超酷的 超大型的那個互動 夾菌 一臉懸忍 把它調整成最大看看是怎樣 會有一個月亮然後有這個雲彩的效果 這個是同化同心相伴就是反產的 之前有這個熊熊的反產的 來聊天吧 好可愛喔 還可以洗澡 小熊還會偷看你洗澡 沒有陪著你一起洗澡 淑女小熊 這超可愛的耶 一起玩吧 一起跳舞 可以跟小熊做同一個椅子嗎 可以耶 熱氣球 OK 好這事 任務就解完了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現代風格的淺色字幕 這個是之前 之前就有過的耶 有這個路牌 見證打卡台這邊 這個是互動的 那這個也是 反產的耶 我以為這是新的 見證煙花湖盆 然後任務都解完了喔耶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新時裝 惡龍咆哮 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一個摺織恐龍的進化版 摺織恐龍的精美版 好可愛他的那個大腿上面還有一隻恐龍 零錢包嗎 看起來蠻像的 會有一個惡龍咆哮的那個 動作耶 自動笨打背影 很童趣的一件衣服 然後這次的獎詞 城市增產 外觀是之前的 石磚反產 電影雙槍龍銀板 跟這個紅蓮 也是反產的無人機 然後這次的獎詞可以抽 跑車 也可以抽吉普車跟 直升機載具 然後這個 還有專屬的升級晶片 它有分 增產 三店跟 稀有三店 稀有三店是有這個 摩托車 眼影雙槍的那個 皮膚 跟金牛的無人機 還有些白板的武器 載具的話就是 摩托車載具 然後道具的部分有這些 食善品 就是之前的那個 這個也是反產吧 這些衣服也是反產 緊急救人 然後這個也是抽獎獎詞 普通的噴火牆跟 駿燕的 噴火器 然後它搭配的是 暗夜精靈 這系列的無人機 醫療無人機 然後還有一個 冰河救夢的 主敵方案禮盒 核心呢 是呼嘯寒酸跟 酸焰急流 然後還有下面這些小獎項 然後它這次有這個 連鎖特惠的福利禮包 這是用5000塊買的耶 買啊 買好買買 然後接下來就 這裡有免費領取 可是要先解完這個才能過去嘛 天心喵喵 喔超可愛的耶 我被貓耳朵誘惑了 好恐怖喔 還有兔子的 兔子的也好可愛喔 剩300買 新動不如買三行動 然後這邊800買 然後免費領取 這邊還有一個600多的 我剛才是不是沒算到 喔還有一個1580的耶 怎麼辦要兔子的耳朵嗎 可是我們剛剛頭都洗下去了 好可愛喔 兔寶寶的也很可愛 紅去連連看 完成後可以獲得這個 偶像款 蠻可愛的 然後它有下一頁是 可以有這個名片款 很可愛的名片款 大家剪下這個 連連看的任務 然後就可以獲得 這旁邊有一些 小獎項 還不錯 喔這次的集訓商店 有改那個 傢俱是有新的 這個 荷花小岸 這看起來很像桌子 書法屏風跟這個椅子 還有這個 很適合蓮花池的蓮花 還有這個 石頭造景 然後可以換這個 晴空碎石石板 就可以搭配這個蓮花 還不錯 今天的搜索快報就到這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耐子切 大家 掰掰